大家好,欢迎来到飞与网络培训 咱们先看一看上一节课的内容 嗯,子程序是吧 组成子程序的四个部分 局部变量咱们已经了解过了 然后自定义代码就是自己写的代码 那么参数和返回值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这两个 什么是参数呢 参数就是 从外部传入子程序的值 或者说是量 对于该子程序来说 比较参数 参数是可以多个 参数是可以一个或者多个 那么你建立了参数以后 也是可控的 那么什么是返回值呢 既然咱们可以从外部啊 传入参数给子程序是吧 那子程序也可以返出来一个值 给咱们外部调用它的程序是吧 从子程序里面 反出来的值 比较返回值 正讲大家可能不是很明白啊 那么咱们去实际的操作运用一下 大家应该就都能理解了 好 回到咱们的原码 新添加一个按钮吧 按钮灯 好 咱们双击它 给它生成了一个程序啊 嗯 在分装子程序这里再给它新建一个吧 测试参数 咱们生成了一个子程序以后啊 新建一个子程序 那么怎么给它添加参数呢 也非常简单 在返回值之类型这里啊 点击它一下 直接按回车 参数是可以多个的 你可以是一个参数 或者说是两个参数 三个参数啊 这是可以的 那么类型 参数的类型啊 跟咱们的数据类型是一样的 什么一样的呢 嗯 比如说我在文本型 那么它就是文本型 整数型 那么它就是整数型 小数型 那么它就是小数型 参数的名字啊 也可以自定义命名 比如说参数一 参数二 参数三 参数嘛 然后可控这里啊 什么叫可控 把它勾选以后啊 当机勾选 勾选以后 你当你调用这个子程序的时候啊 你可以不输入参数 也可以输入参数 那么咱们来看一看 实际应该怎么去运用啊 参数一 同样咱们是用 这个吧 用编辑框给它打印啊 编辑框一 内容 等于参数一 那么咱们给它运 给它测试运行起来看一下啊 这里先 测试参数是吧 因为咱们的参数呢 是可控的 参数一是文本型 我们给它传入一个文本型的 飞誉网络培训 然后后面两个参数 被咱们勾选了可控是吧 所以说可以补点 咱们跑起来看一下 测试按钮三 好 咱们的编辑框内容是不是变成了飞誉网络培训啊 再来看一下这条代码 启动窗口 编辑框一 内容等于参数一 然后咱们这个按钮 给它传进去了一个参数是吧 参数一就是飞誉网络培训 那么咱们再来给它传一个参数二 参数二是 参数型啊 给它传入一个123456吧 123456 回到这个子程序 用信息框来表达啊 信息框 到文本 参数二 咱们的参数二要给它加上一个到文本啊 因为它是整数型的 好 咱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测试参数123456 是不是这个 咱们同时传进去了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飞誉网络培训 第二个参数 123456 同样参数三 小数型啊 3.14159 给它输入一个 小数型啊 这里同样用信息框给它表达一下啊 同样用信息框给它表达一下啊 好 好 好 咱们跑起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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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能将逻辑形 好 这里多了一个等号啊 应该改成比较好 咱们再来试一试啊 参数一是不是等于飞誉网络培训 然后参数二等于123456 参数三等于3.14159啊 这样咱们就成功的传入了三个参数是吧 那么就像咱们成功的传入了三个参数 返回值 它也可以给它一个返回值是吧 用在这里返回值的类型啊 数据类型其实是一样的 数据类型 什么文本型啊 整数型啊 小数型啊 你当你需要给它给你返回出什么数据类型的时候 这里就选什么数据类型 比如说 整数型 好 我们可以把这几条代码先注释一下 测试参数 这类型也给删掉一条件吧 啊 加法吧 简单的加法 程式参数 加法运算 那么咱们可以怎样呢 给它一个返回值 返回 所以返回值的话啊 嗯 最选择的是整数型 所以说 咱们的返回值啊 也一定要是整数型 咱们可以把它两个参数相加 然后 计算出结果 出的结果 给它返出去 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 就已经完成了 咱们来看一看啊 参数1 加 参数2 参数1啊 好 直接这样 那么咱们是不是 它就会把那个 参数1和参数2相加的值啊 给它仿出来呢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啊 测试按钮3 这里给它加上一个小编辑框吧 编辑框 编辑框自己啊 编辑框2 编辑框3啊 好 咱们来看一下 加法运算 编辑框2 内容 到整数 编辑框2 内容 编辑框3 内容 编辑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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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数 整数型啊 然后 计算结果等于 编辑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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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框2 编辑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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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框1 因为它是整数型啊 所以咱们要把文本型的边境框案内容 给它转到整数型 也就是到整数 然后这个指程序里面的运算 就是将两个值相加 加起来的结果 存到这个局部变量1里面 然后咱们把局部变量1给打印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成功的完成了一个 简单的加法运算 25 算结果 25 算结果 29 那么同样减法运算 也是不是一样 咱们回到这个减法运算程序里 重新新建一个 减法运算 返回之类型 同样是整数型 参数1 参数2 整数型 整数型 那么返回之类型 是不是就参数1减去参数2啊 好 那么同样的把它打印出来看一看 加法计算结果 这里是 给它复制一下 局部变量2 先添加一个局部变量 整法计算结果 这时候咱们再给它跑起来看一看 局部变量2 变量没变价 好 10 20吧 20 10 这里没有改啊 局部变量2打印的事 不好意思啊 好 咱们再运行起来看一看 20 10 是不是 加法计算结果等于3子 解法计算结果等于10 简单的加法减法是不是就完成了 同样啊 乘法 补法 是一样的计算方法 那么 参数是可以多个的是吧 返回值可不可以多个呢 答案是可以的啊 返回值 它也是可以多个的 但是 每次调用纸程序返回的值啊 只能是有一个 意思是 你选择是可以多项的 但是只能选择一个返回值 咱们可以来具体的看一看啊 转到纸程序里面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啊 怎么快速的转到该纸程序呢 咱们比如说我要转到这个加法运算 这个纸程序里面 咱们可以这样啊 鼠标放到这里 然后contra 加鼠标左键 直接就转到这里了 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大家可以记忆一些 好 咱们新建一个纸程序 测试返回值 返回值类型 重本性吧 给它添加一个参数 参数1 也用参数型的判断好了 那么 咱们上一节课是不是是学到一个 接触到一个应该说 如果真的命令啊 如果真的命令啊 如果真的命令呢 就是用来判断条件是否完成 应该判断条件是否符合啊 这里呢 是不是咱们又深入的了解了那么一点啊 就是控制流程啊 咱们慢慢的了解 慢慢的运用 边讲边运用 当咱们后面真正运用到它的时候 可能很多同学都已经学会怎么运用啊 比较了解了 那么如果真 参数1等于1 给它返回一个值是吧 返回值 文本性呢 要加双影啊 因为咱们这里返回值是文本性啊 那咱们再来复制一下 双数2 符合条件2 双数3等于3 符合条件3 如果说咱们直接这样写的话 运行起来可不可以啊 咱们来看一下啊 运行起来 这样运行是可以的啊 因为咱们还没有调用它 咱们来给我看一看啊 测试返回值 我给它传入一个4的参数 可是 咱们只写了三个参数啊 只写了三个条件参数 1 2 3 并没有4啊 那怎么办 咱们运行看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报错了 只程序测试返回值 具有返回值定义 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什么啊 意思是咱们在这里啊 如果说条件都不符合 也要给它返回一个值 因为这个值程序啊 它必须要返回一个值 在这里咱们已经给它定死了 必须要返回一个文本性的 哪怕你返回一个空的 哪怕你这样返回 它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已经有一个返回值 那么咱们给它返回一个什么好呢 可以这样 未找到符合条件 那这个时候咱们再给它打印出来看一看 因为它是文本性啊 可以直接打印 添加一个局部变量 局变量3 给测试返回值 文本性啊 因为它返回值是文本性 所以说咱们就必须给它选择文本性 如果说整数型的话 它就会报错了 咱们看一看 就不能将文本性转换到整数型 好 文本性 文本性可以直接用信息框打印出来 是吧 好 局部变量3 咱们这个时候运行起来看一看 这是按钮 未找到符合条件是吧 因为咱们输入的值是4啊 输入的仓数是4 可是咱们这个纸程序里面判断条件啊 并没有等于4的是吧 那么给它输入其他的值 通知一下啊 输入3 运行 符合条件3是吧 那么输入2 符合条件2 输入1 符合条件1是吧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啊 它可以有多个返回值 但是每次运行 它的返回值啊 只能一个 相当于选择一样啊 多选项 只能选一个啊 那么咱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课程内容啊 啊 指程序 咱们今天讲了 主要就这两个啊 参数和返回值 参数的特性 参数特性是不是就这个 仓数是可以一个 或者说是多个的 仓数也是可以空的 那么返回值呢 返回值 也是可以多个的 那是每次调用纸程序啊 那它每次调用纸程序的返回值啊 是不是只能一个啊 不可能返回多个的返回值啊 因为你返回了以后 下面的代码啊 就不会再执行的 比如说我条件1符合了 那么它下面的代码啊 就直接被忽略掉了 从这里开始 直接就忽略 直接就跳出这个纸程序啊 返回出去了 那么接下来布置一下咱们今天的课程作业 运用仓数 运用纸程序啊 要用纸程序吧 要用纸程序 运用仓数返回值 写出 存法运算和 除法运算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按照这两个例子抄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